新修商圈发展协会 11月26号、27号一连两天 将会在新城的老结伴里 慢慢海物市集活动 现场除了安排30多个摊位 还有一连串精彩的表演 每天也会有限量 发送400张的市集抵用券 让民众有吃有玩 还能够享有超值的优惠好康 0403强政过后 为了振兴地方发展 新修地区商圈联手组成发展协会 并在10月26、27号一连两天 将在新城老街办理 满满海物市集活动 那商圈这边呢 希望可以集结大家的力量 甚至不是商圈的会员 我们也都是邀请一起来 参与这项活动 那这次我们 GC Coffee还有加新柠檬汁 也有特地 第一次把我们市集处女座 献给了我们的满满海物 那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市集活动 凝聚大家的力量 对我们整个新城老街 然后带动观光人潮 两天活动邀请到街头艺人 炒热原创市集 在27号更是邀请到 韩国中洲文化观光基金会 率领舞蹈团带来精彩表演 促进台韩交流的同时 更为活动增添异国氛围 这次的市集内容的话 我们总共有30摊的摊商 然后我们也会带来 很丰富的表演的内容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拿着我们的抵用券 然后到摊商去消费 然后享用美食 活动中除了有的吃有的玩 还能享有潮值的好康优惠 民众只要能出示活动期间 前后三天的住宿凭证 就能兑换总价值100元的抵用券 现场还提供新城火车站 到新城老街之间的免费接驳 从中午12点50分一直到晚上6点 至于详细的活动内容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练习曲脸书粉丝专业查询 记者 徐立琴新城相报导